国内知名的影视制作人周游 今年把大批古装戏服跟道具 全部都捐出来给台湾戏曲学院 周游说先前曾经有人 打算用上千万元来跟他买 但是在他心中 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 台上这些戏曲学院学生身上穿的戏服 都曾出现在电视上 这些都是知名影视制作人周游 历年制作戏剧的戏服和道具 像是早期的梨花类 交易户晓的神雕侠侣 怀孕公主飞龙在天等等 这些戏服和道具 周游都要全部捐给台湾戏曲学院 周游也说 之前有人打算用上千万来跟他买 但是在他心中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他想要捐出来传承戏曲 要戏剧之母 所以戏剧之母这个名号 我们要延续 我一定要协助戏曲学校 现在开古装 台湾环境的确没办法 可是我们不能有 不能失窗 台湾戏曲学院如获质保 除了省下大量的戏服费用 整理之后也打算盖典藏馆 台湾戏曲学院表示 当初用了十五段的货车 载了三趟 才把这些东西全部载回来 整理出上百件头套 上百双鞋子 超过五百件戏服 而这些只有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 有待整理跟建档 珍贵的手工戏服 不但嘉会学生 也是台湾电视发展史上 重要的一页 记者学子张启嘉 台北报导